一直以來銀舌病給人的印象 因為全副武裝要戴口罩、眼鏡、戴帽 出席一些公眾場合 或者像今天一些記者的會面 其實我們可以不需要這樣做 我們在醫管局裡面竟然沒有皮膚科 所有皮膚病的病人 都要去衛生署核下的皮膚科那裡應診 講回數字給大家聽 實際是這樣 香港有超過二萬個銀舌病病人 但衛生署只有二十個皮膚科醫生 他們不單要服務銀舌病病人 還要服務其他病人 一般銀舌病的病患者 新症病患者一般都要等兩年才有一體 今年衛生署終於跟醫管局合作 做了一個生物製劑診所 不過這個生物製劑診所每一個星期 只要開一個下午 而且現在只有八位人舌病病人 有這個服務 還有十七個病人 在接下來的三十個星期才可以 有機會應診 有一位病人叫Ivy 他患了人舌病也有三十多年了 一直都遮掩掩掩 很不開心 又不敢出街 他很想試用生物製劑 但衛生署的指引就是要他試過用三種藥物無效 才可以轉介過去 Ivy 就一直聽著醫生的指引就是要用三種藥物 但一用這些藥物時就會有敏感的症狀 相對發炎 皮膚紅了 但衛生署都要他試用這三種藥物 才可以轉介過去 Ivy 其實都很矛盾 很不開心 而用藥物就是要付出這些代價 Ivy 巴花鯛